创业真的很辛苦 要克服的困难真的也很多 其中最伤脑筋的就是钱 烧肉店传奇人物阿发 30岁之前就因为创业而两度负债 不过他个性很坚强 屡败屡战克服了不景气 现在在全台湾拥有32间连锁店 主播刘寒竹带您透视阿发的成功秘诀 我叫阿发 那我帮你们介绍一下烤肉 好吗 闹风风的烧肉店 亲切又有活力的阿发 像是老朋友一样 不只帮忙烤肉 还教您怎么烤才好吃 步骤一就是要多加点酱油 然后二就是要白整齐 不要翻动它 然后三就是转动就好了 因为其实我们怕你们长翻 其实长翻的缺点是 肉汁流失会比较多 68年次的阿发 已经是全台32家连锁店的老板 不过他还是站在第一线 挥汉为顾客服务 从上班到下班就一直烤 烤到没有客人为止 对啊 但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每一天 可能到不同的店去跑了 也不是每一天都会在固定同一家 对 有可能会在台中 有可能会在高雄 有可能会在桃园 或有可能在哪里 那我等一下再帮你们烤一个海鲜吧 牛肉还有谁要 全台烤透透的阿发 在他的手中 每片肉可不是只有原本的滋味 一整排的调味粉 让烤肉变口味变好玩 最受欢迎的是香喷喷的起司粉 大把大把撒和牛肉意外的绝配 东西好吃 然后服务又好 你喜欢这边的什么 比方什么口味 比如说牛肉然后上面 比如说炸起司粉 我喜欢它起司牛 我觉得起司牛非常非常好吃 而且非常的juicy 非常非常棒 对 可是自己烤烤不出来啦 对 那有学到怎么烤的吗 有学会是学会 就跟看食谱一样啊 我还是做不出来的 在烤台上变化 才只是初级班 阿发在厨房的前置 更是变化万千的进阶版 牛肉切成嚼劲十足的骰子大小 再把义式罗勒酱 和日式烧肉结合 成了风味独特的青酱牛肉 或是咖喱鸡腿 沙爹香菇 变化出二十几种口味 可能一整天睡眠的时间 大概都五四五个钟头而已 然后白天 就是下了班 就先到市场采买 然后采买完之后 就先拿回餐厅嘛 然后就回家睡觉 然后大概下午就起床 然后到了这里 又继续准备这样的食材 因为卖烤肉 阿发从年轻小伙子 到现在成了身价上益的烤肉大亨 阿发笑说肉也都长到自己身上去 其实我胖了大概二十 二十公斤 你妈看到我以为我吓动了 其实我妈可能是心疼我这个孩子吧 所以她还是只能跟我说孩子不要再胖了 其实阿发在三十岁之前 曾经负债两次 二十六岁那年 阿发首次创业 向亲友和银行借到七百万 开了串烧店 但不到七个月 资金全部烧光 怪只怪自己 个性太害怕 只是说每天喝你知道 每天应酬 然后会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我就会很豪漫地跟我的员工讲 在哪一手算我的 所以其实每天虽然是客满 但是在那时候的钱 几乎都是磕掉花掉 阿发痛定思痛 检视过滤自己的交友圈 再筹了一百七十万 重新来过 带起了台湾烧肉吃到饱的风潮 然而拓点太快 又栽在合伙友人手上 这一次连商标都被夺走了 很多人找我合作 在那时候的合作其实 我其实没有评估 我只觉得好啊 那就这样子做 结果后来合作之后才发现 其实根本就是个错误 对 当然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也付出相对的代价 所以那时候 其实那个店我都赔掉了 两度跌倒 口袋空空 回忆那两次的人生黑暗 阿发告诉我们 他会来这里 我是张建发 那我今天来到这边 希望可以祈求我的创业 可以平安成功顺利 阿发尝到龙山寺 他相信多呼吸尿里空气 可以让脑袋放空变干净 拜拜注重新城泽林 不过阿发祈求时 特别有个坚持 希望我以后创业成功 然后要多做一些 回馈社会的事情 然后希望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 然后我在这边 深深地 恳求你 请你帮助我 每次求完 最后我都会讲一个愿望 就是说如果假以时日 我如果达成愿望的时候 我要做哪些事情 对大概就会给自己一个愿望 然后给自己一个目标跟动力 代表说我如果真的成功了 或者是我如果真的 今年的业绩有成长 那我应该必须要做些 可能给社会大众一个 有对社会大众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低潮时的某一天 阿发拜拜完 去淡雪河边散心 不接怎的 紧悟出了奋斗下去的道理 我看到海面上的垃圾 其实非常的平静 然后它就有小小的烂花 慢慢地打慢慢地打 然后把这个垃圾打到上岸了 那我就把自己比喻成这个东西 其实我早晚就会上岸的 或许是天助自助者 自笔垃圾的阿发 屡败屡赞 终于苦熬出头 阿发的烧肉人生 就像底下的炉火 继续发热 阿发